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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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老我是威城 像我們這種小知足或是學生 或是你是一個剛開始想要學習穿搭的人 UNICOUR就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因為UNICOUR它的價格非常親民 加上它有很多的試衣間 可以一直試穿 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的版型和款式 而且啊 UNICOUR的上衣常常都有很多的顏色 如果你想要嘗試 平常基本色以外的穿搭的話 也可以在UNICOUR找到很多的單品 那今年秋冬呢 UNICOUR推出了很多素梯 有素色的休閒上衣 休閒連帽上衣或是休閒連帽外套 還有一批聯名的系列 今天呢我就要用今年 UNICOUR推出的後梯 挑戰用後梯完成 秋冬的一周穿搭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如果你有在follow NICO的Human Man的話 你應該會認識 Girls Don't Cry的主眼 VIRDI 因為前陣子Girls Don't Cry 跟Human Man他們有出一系列的聯名 VIRDI跟UNICOUR聯名的 Rise Again by Verdi 系列呢 又推出很多的後梯 它沿用一貫的Girls Don't Cry品牌 單品的風格 採用Bookmax WASH字體 寫出大大的標語 很簡單又很有特色 這是我後梯系列中最喜歡的單品 買不起Human Man或是Girls Don't Cry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買這款後梯過過感應 這次我挑選的 是男裝VIRDI 休閒連帽上衣 長袖紅色的這件 前面寫著大大的BREAK THE MOLE BREAK THE MOLE就是有打破常規的意思 在這個社會中 有誰會願意遵從別 定下來的規矩 大大的BREAK THE MOLE標語 也說出我們一個生活態度 這系列中呢 有很多標語 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標語T 直接把態度給穿在身上 這套穿搭呢 我利用紅色跟深藍色的顏色搭配 這件VIRDI休閒連帽商 已選擇比平常大一號的size 營造出街頭感 那因為上半身的顏色已經比較鮮豔了 所以下半身我選擇很簡單的搭配一件 深藍色然後很接近原色的牛仔褲 那因為上半身比較寬鬆的關係 所以下半身的搭配上 我會選擇搭配不是合身的 這個Regular Fit的牛仔褲 在襪子的部分 我搭配一雙紅色的長襪 附近上半身的顏色 讓整體的穿搭更完整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樣子 整套oversize的感覺 很適合帶滑板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街 那到了秋冬呢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件休閒連帽上衣 這個帽T是比較寬鬆的風格 是衣櫥裡不可或缺的單品之一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去選擇 有基本款的黑白灰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跳一點的顏色的話 也有橘色或者是墨綠色 而且它的厚度也還夠 穿起來它的挺度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這個墨綠色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很低調然後也很有質感 是一個非常適合冬天的顏色 而且墨綠色也非常的百搭 除了黑白灰以外 其實你也可以挑選下這種比較深一點的墨綠色 來做搭配 然後或者是深藍等等 這種帽T用來搭配卡其褲 牛仔褲或是工裝褲等等 都會非常的適合 是一個非常百搭的單品 那這件墨綠色的臉帽 休閒上衣 我選擇搭配一件淺色的 Easy Relax Fit 9分褲 那在帽T裡面 我通常會搭配一件T-shirt 那因為我的褲子今天選擇的是卡其色 所以我會搭配一件白T 以呼應下半身比較清爽的感覺 那這件帽T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挺度 那這個有質感的墨綠色跟卡其色呢 也可以很輕鬆的營造出特別的一個大地色系 那如果你覺得只穿上半身 這樣子的帽T有點無聊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搭配一件比較亮一點的背型 然後來增加整體穿搭的一個亮點 然後也能營造出個人的風格跟整體感 第三套呢 我想利用休閒上衣 營造出一個簡約的輕鬆感 像這種大雪T也是非常基本好搭的單品 應該每個人的衣櫥裡都會有一件吧 不過這次UNIQLO的版型呢 是比較特別的 是比較寬鬆一點的設計 我很喜歡這種日系街頭的風格 這次的設計呢 會有比較街頭一點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喜歡比較簡約氣質的搭配的話 在裡面也可以搭配襯衫 是一個可以去上班的一個穿搭 那這一系列的休閒上衣呢 一樣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選擇 除了黑白灰之外 我也非常推薦土色 卡吉色或者是深藍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單品 這一套呢是很簡單的日系街頭穿搭 這件比較寬鬆的白色休閒上衣 搭配下半身U系列的寬版牛仔褲 上衣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那利用下半身比較寬鬆的牛仔褲呢 營造出一種街頭感 或是這件上衣也可以配上一件卡吉褲 會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這件上衣的材質它是比較柔軟一點 加上它偏寬的設計 穿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這套穿搭呢 我會選擇搭配一頂橘色的帽子 來增加穿搭的亮點跟風格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背後的這個服飾會的區 那這一系列呢真的超帥的 雖然可能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這麼大的圖案 但這個服飾會穿起來真的有一種很拽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種東方元素的單品 之前呢 Unicore也有出過類似的服飾會UT 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當時呢我也有入手 穿起來真的非常的轉 那這邊跟大家科普一下 這一系列的名字呢叫做 你可能會覺得前面那一串像是什麼奇怪的代碼 但其實這個是念 Edo Ukiyo-e Edo呢就是江戶時代的意思 Ukiyo-e就是服飾會的日文 那像這種服飾會系列的後提 這種有東方元素的單品 很適合營造出一種復古的穿搭 然後也能帶出自己的個人風格 那這一系列很多圖案我都覺得非常的帥 像這件灰色的這一件呢 它其實很簡單 然後就一個簡單的服飾會的樣式 應該是會非常的實穿 然後也能帶出自己的個人風格 那這是服飾會系列的 我選擇的上衣是深咖啡色的這件 上面有很大的漢字 跟日本傳統的服飾會很有特色 因為想要營造出一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下半身我選擇搭配一樣 是深咖啡色的Easy九分褲燈西龍 然後在冬天的時候 我喜歡在上衣裡面搭配一件中高0的T恤 我裡面搭配這件 是Unicool的柔軟棉質中高0T恤 因為我身材比較單薄的關係 所以這樣的搭配 可以讓我身材看起來更厚重一點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屬於比較瘦一點的身材 冬天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小技巧 那Unicool的休閒連帽外套呢 應該就不用多說了吧 非常的基本好搭 夏天也可以放在辦公室 冷氣太冷的時候的好夥伴 那這裡記得休閒連帽外套 有一個小小的改變 就是他們把衣長稍微改短一點 穿起來會更加的俐落 更適合亞洲人的身材 因為是外套的關係呢 我會比較注重實穿性 所以在挑選外套的時候 我常常會挑選比較基本一點的顏色 那這一系列出的顏色 其實都算是蠻基本好搭的 那如果硬要我挑選幾個顏色的話 我蠻推薦大家 像是這個基本的黑色啊 或者是像是深藍色 然後還有感綠色 跟這個灰色 我覺得都是蠻實搭的幾個顏色 然後它其實其他顏色 我覺得都還蠻好搭的 如果你要買一件的話 我會先建議你從基本的顏色開始買起 那如果你想要買第二件第三件的話 你就可以挑選比較鮮豔一點的顏色 這一套呢我想要營造出一種滑板Foy的感覺 那其實這一套很簡單 我上半身搭配的一樣 是Rise Again by Verdi的系列的UT 然後下半身我搭配 Regular Feet工作長褲 穿出一種街頭感 然後在秋冬的時候 一件休閒連帽外套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 我選擇黑色的休閒連帽外套 呼應深色的工作長褲 讓整體穿搭更加的完整 那在冬天的時候 我常常會把休閒連帽外套當作中層 然後外面搭配一件羽絨外套 外面這件羽絨外套呢 我選擇的是橘色的 那會讓整體比較暗的穿搭 有一個亮點的存在 那我也非常推薦大家 在冬天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這種洋蔥型的穿搭 你比較冷的時候 就可以套上一件羽絨外套 然後比較熱的時候 可以把羽絨外套脫掉 然後剩下中層的休閒連帽外套 那再更熱一點就可以脫到 剩下裡面的T恤 非常適合台灣這種 莫名其妙的天氣 UNIQLO真的是一個非常好賣的地方 無聊的時候 就會到UNIQLO走走晃晃 看看有什麼新品 或什麼便宜可以撿 那今天的後梯的五套穿搭 你們最喜歡哪一套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也非常開心 可以跟UNIQLO合作 也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是魏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Let's go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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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